燕子用摘来的芭蕉叶当作铺墙的材料,虽然看着不是很牢固,但这芭蕉叶墙起码透风并且美观,是搭建好看房屋的不二之选。 只是将其拿来铺建房顶就有些不合适了,并且还没有做任何固定,估计一阵风就将芭蕉叶刮没了。 接上回,燕子又拎着砍柴刀出门收集材料了。 这次的采集目标是这片芭蕉树叶,很显然这些树叶是用来遮挡用的,并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建房材料呢。 燕子在这些芭蕉叶中精挑细选着,将那些看着比较完整,并且非常大的芭蕉叶全部摘过来。 也没费多长时间,就收集到了足够的芭蕉叶,虽然这次收集的同样也不是很多,但足够将那小房子翻修用的了。 随后转眼间,燕子就扛着采摘到的芭蕉叶回来了,那就可以继续开始翻修房子了。 只见燕子将那一人高的芭蕉叶交叉着塞进了树枝中,这样做到野省的固定就能牢牢地卡在那了。 不得不说,燕子的这种方法确实非常简单,还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工序或者更多的材料,简简单单的就能搭建出好看的墙面。 不过这种做法也是有弊端的,那就是材料寿命非常的短,估计要不了几天,这些芭蕉叶就会枯黄不能用了,看来之后还得找新的办法翻修啊。 而就在燕子搭建墙面的时候,床上的阿宝又再一次地哭闹起来了。 不过这次可不是耍心思了,而是真开始哭闹了。 估计是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饿了吧,燕子也是赶忙抱着阿宝给他喂奶。 随后过了好一会儿之后,哭闹的阿宝终于安静了下来,好像还睡着了,看来小孩就是小孩啊,吃饱喝足了就开始犯困。 不过这样也好,一段时间不用担心阿宝会哭闹了。 不过这小家伙还会打憨呢,真好玩。 哄睡着阿宝后,燕子便继续忙去了,现在就差将屋顶铺好了。 而燕子铺的也是非常随意,直接将芭蕉叶丢上去就行了,一点固定的手段都没有。 也不是燕子不去固定,而是根本不方便,这像是风中残竹的房子,估计稍微用力固定东西就会坍塌。 所以燕子就只能先暂时这样铺了,等以后有机会再搭建一个牢固的房子住。 燕子也是默默下定了决心,但之后该怎么达成呢? 后续如何,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。